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 欢迎收看绿色创富这个环保节目 由世界绿色组织主办 多谢浩天金融的慷慨赞助 这一集我们有精彩的话题 我们请到香港大学地理系的副教授 吴祖兰博士 吴博士 欢迎 香港很多的环保人士 都是你的学生 其实我们看到香港过去 很努力做很多保育的工作 例如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荔枝窝这个地方 一个私人的地方 但原来要达成一个保育的目的 尤其这个蜻蜓的天堂 原来这么困难 有没有成功的例子 香港是真的可以开展 甚至有一些所谓香蕉的保育 其实最近几年都有些好的例子 包括游浪园 以及最近的荔枝窝 因为荔枝窝 虽然我们是外人 但我们能够和村民 村长发展一个 复伴的合作方法 有一些公众资源 资助我们 我们将村落恢复 亦都开封 自从我们开封 又可以提倡客家文化 是的 结果我们发觉 无论蜻蜓或蝴蝶 我们找到142种蝴蝶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复耕之后 恢复文化传统 耕作的传统 同意有生态效益 是的 原来保育都是需要 投放资源 需要投资 以及有管理 其实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城市 可能我们城市和城市比较 新加坡做得好吗 他们的保育情况是如何 看你从什么角度 新加坡是个花圆城市 周围都发植感触 但是从生态保育角度 它保育不超过10%的土地 而大部分的土地 虽然在城市之间 很多发草树木 但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 新加坡是个热带 热带的树林下面 当然有很多蛇虫鼠蚁 但如果人和蛇虫鼠蚁 可否共存 结果你软了问题 为何不是很觉得 我们去新加坡 不是看到很多这些部分 是的 因为政府 用了很多功夫 去消灭蚊 和昆虫 结果没有蛇虫鼠蚁 所以没有什么雀鳥 没有什么野生生物 即看雀鳥也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不同于香港 周围都有很多雀鳥 当然 多雀鳥的时候 曾经 我记得在旺角 有人投诉太吵 早上 但是 其实 不能够城市和大自然 有一个结合 我想是一个 很幸福的地方 所以 香港有很多保育工作 实在需要继续 好 OK